环抱立委谢龙介就爆料说 有一名涉及多起弊案的南部绿营大咖 正准备要跑路 要求法务部赶紧追查 另外国会改革视线案 在今天下午要宣判 那么在一党也含话大法官找回良心 不要当掩盖弊案的帮凶 国会改革视线和总预宣案 让朝野陷入僵局 韩国瑜召集协商 一开口妙语如珠 瞬间缓解肃杀氛围 国民党团的副总招请假 国会改革视线25号下午出炉 包括听证会调查权 藐视国会罪 总统国庆报告和人事同意权 再也纳闷 要求行政部门尊重国会 不隐匿不欺骗 到底哪一点会违宪 执政党狂阻止国会改革 难道是怕国会取得权利来揭毙 我们的行政部门要资料 把重要的资料土黑 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 如何去尽到监督的责任 所以调查群非常的重要 绿营人士B案连环报 有栏尾又接获情报 有一名涉及多起光电B案的绿营 南部大咖准备落跑 甚至正在制造断电 听说这个人 因为堪到骨验 过去斩刑是接政党的高检 他后告报 后其他卡在骨验 你们问骨验 我的消息是说 他准备要落跑 如果落跑去 后边都堪不到 那我们就转给承办的地检署 法务部说会追查 但栏尾质疑 好几起光电B案 统统被告发 却没任何进展 执政党打摊 眷民生 目前却只办了两个案 绿能预算越编越多 难道是要养一批新的绿能蟑螂吗 因为先前有这个 郭哲敏的这个案子 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就是为什么都已经追到机场了 但是还放人走 所以我们都很担心说 接下来很多的绿能光电 等等的案子会被侵判 在野党的案子大办 执政党的案子就小办 那你就办案的层级 跟侦查的强度 显有相当大的差别 民间党执政下 绿营B案慢慢查 国会改革的视线 火速宣判 司法有没有被当成政治工具 百姓都看在眼里 记者杨洁 曹丁凯 SNG小组采访不到 感谢观看